我小时候英文超懒 是靠着改变英文的学习方法 才逆袭统测英文族全国帮手 在我教学流程里面独创了深途法 帮助你训练英文听力跟口说的直觉反应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乙琳 多一推广单位专业讲师 我出的插画单字文法书畅销两万本 我的线上课程也有超过两万名学员 我小时候英文超懒 是靠着改变英文的学习方法 才逆袭统测英文族全国帮手 我的教学方法来自于我过去英文学不好的经验 所以很可以理解大家可能会在哪里踩雷 在教学的这几年以来呢 我也看到很多的学生跟我以前一样 用错误的方法在学英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遇到一样的情况吧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学习方式呢 就是学生在学英文的时候 会过度着重文字跟中文翻译 但是却很少去训练英文的声音还有意义 什么意思呢 就像小孩子学语言的时候 他们会先透过观察理解状况跟意义 接着呢会听听看大人是怎么讲的 接着自己直接模仿大人讲出来 最后呢才去认字跟书写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练习 将意义跟声音做结合 根本就不用靠文字或翻译 就能够直接听懂跟开口说 那大人该怎么办呢 其实只要调整一下你的学习流程就好了 首先呢老师会带你执行单字脉络学习法 透过一条脉络把这句英文里面的单字跟文法 彻底学会然后初步能够使用 在这个步骤里面呢 还有一点中文翻译啊 跟看着文字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英文是第二外语 而且会看文字是大人的小优势 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 接着重点来了 我们要透过一个步骤帮助你强化英文的声音跟意义的连结 减少对中文翻译还有文字的仰赖 就是声图法 大脑处理图像的速度呢 是文字的六万倍 所以比起文字呢 图像可以让你更快抓到意义 帮助你训练意义跟声音的连结 因此呢 在我教学流程里面独创了声图法 用老师亲自帮每一句英文话的插话 让你看一眼就理解意思 接着呢 就能开始将英文 声音还有意义做结合 彻底改掉过度仰赖中文翻译的坏习惯 这个声图法呢 在课程里面是跟WordUpApp里面的逐句跟读做结合 一句一句带你彻底练到会 首先呢 会让你看老师画的插图 让你一眼呢 就理解大部分的意思 接着呢 就会播放母语人士的音档 让你可以看着老师画的插话 然后听着外事的声音 想着意义 然后去先听懂那个声音 接着第三个步骤呢 你就可以有图的辅助 然后想着意义呢 然后试着模仿刚刚外事的音档 直接讲出英文 那最后呢 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你就可以再看一下英文原文做修整 再去重复步骤的2跟3 然后直到练到顺畅为止 透过图片呢 更快抓到意义 让它呢 跟声音连接 再直接练习 开口讲出来 这个方法呢 就是在帮助你训练英文听力 跟口说的直觉反应力 你是不是有试着看美剧 或听podcast 来练习英文的听力跟口说 但却发现进步的幅度 好像非常有限呢 这也是很多学生遇到的状况 那这个方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通常呢 学生都是有什么就听什么 零碎到处听 所以在内话以前呢 就全部都忘光光了 其实听力跟口说呢 它是需要密集 而且是有路径的持续一段时间 搭配深度 刻意开口的练习跟复习 所以呢 老师在课程里面都有设计 这样有系统的内话流程 让你有路径的刻意密集 内话这些英文 那这个内话流程里面呢 老师第一个步骤就是地域挖控听写 不要只是胡伦吞早的听过去念过去 而是进一步把听到的写下来 你可以很细致的去看到自己目前听力的程度 还有你对英文细节的理解力 很多细节呢 是只有听大概是练习不到的 例如像是拼字错误 单复述 时态变化之类的文法 尽管你不一定听得出来 但却是英文的重要基础 好好检讨呢 就可以大幅提升你的英文的精准度 先进行地域挖控听写 你就可以知道哪里还是听不懂 不熟 那在后面老师带你彻底拆解 单字文法的保姆集结说的时候呢 就可以更加印象深刻了解里面的细节文法变化 听懂的同时呢 还能正确输出文法细节 对于你的口语表达精准度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呢 地域挖控听写也是很好的熟悉度检测 如果都已经老师带你拆解过里面的单字文法了 然后你还是没有办法顺顺通过这个地域挖控听写的话 代表你其实还不够熟 那就可以让自己去反复练习 逼自己去彻底内化精熟这一段英文 最后呢 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 没有刷题 一定可以让英文很快的大幅进步 但是呢 却忘记最重要的 复习 学过的东西呢 你只要没有复习 一定会淡化跟忘记 在艾斌豪斯的遗忘曲线当中呢 你学完20分钟没复习 就只记得一半度而已 那你一个小时之后没有复习 就只记得不到一半 甚至一天过后呢 如果你还是没有复习 就只记得三分之一 要破解遗忘 就要把握在遗忘量最大的三个时间点回去复习 而且呢 雪球复习最最重要的精华就是 你天天开始新进度之前 一定要快速复习所有的累积进度 什么意思呢 假设呢 今天是第三天开始学英文 那你要把前面一二天的进度一起复习过 假设是第四天呢 就要一二三天一起复习 第五天呢 就要一二三四天一起复习 那到180天的时候 就把前面179天的快速的去做复习 这样子呢 你每天就可以踩在你已经学过的基础上 真正的扎实往前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这样子是不是进度越多 然后到后面就要花越多时间复习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呢 越早开始进度 你复习的次数就越多 当你复习次数越多的时候 你熟悉度就越高 当你熟的时候 你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呢 这个熟悉度高带来的速度呢 不仅仅是测验当中的答题反应力 更是现实当中沟通的直觉反应 因此呢 在课程里面老师也有安排了雪球复习 也帮你把每天该做什么的进度菜单都安排好了 而且呢 还额外赠送了十次的雪球复习陪读直播 陪伴你在这段时间呢 一起走完这个路程 扎文码步才能温稳进一步 从提升单置文法 到内化吸收 到输出练习 最完整的听说课 让我们一起从多益听力 开始练习英文口说 99天打标CFR B2 多益785分 那我们课堂上见啰